禁止废话 唐僧的通关文谍上都写了什么 为什么很多国家都不敢不放心 写着 要么让他过去 要么我过去 你知道西游记这个片段 为什么要做消音处理 因为当年这个片段是真的在骂 而且还是用四川话骂的 还记得这位闲作人太累花二百万把腿拒了 变成狗的日本男子吗 如今已经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只游人变成了阿拉斯家狗 还记得这个下嘴唇会震动的宝宝吗 如今他妈妈又给他生了一个弟弟 结果弟弟的下嘴唇也会震动 人究竟会不会精进人亡 会精进但不会人亡 你妈这个词到底是不是三话 不是 这个词在藏语中是一个神圣的词汇 意思是光明的和太阳的意思 有些人去世后 为什么会有蝴蝶飞过来落在尸体上不愿飞走 因为蝴蝶飞行繁衍 都需要钠离子来补充能量 而尿液 粪便 腐肉中含有大量的钠离子 古代没有开在漏 全身瘫痪的病人怎么方便 有钱人让丫鬟用嘴吸 而穷人则可能还没等到瘫痪就已经病死了 韩国的体育精神是怎样的 就比如在汉城亚运会 韩国人魏征第一 派了187名女服务员入住亚运村 不过后来只导致了日本对成绩大跌 印度人对爱情有多执着 一男子把一男子骗到医院 进行了变性手术 醒来后被男子告知 我把你从男人变成了女人 现在你必须和我在一起 我为你准备了律师安排了婚礼 一顿饭吃多长时间最为合适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早餐15到20分钟 中晚餐半小时 你知道我国现在的宇航员 在太空中能吃到什么食物吗 鱼香肉丝 你知道大学生比小学生大几岁吗 大了6岁 是不是感觉这6岁的时间很长 原来南北方的学生跑操区别这么大 北方的跑操步伐一致 前后整齐 还喊口号 南方的跑操大多数都是各跑各的 为什么说大部分男生的思维都是一致的 就比如男生去理发时 就算剪得像狗啃的一样 也不会当面表达不满 而是选择沉默付款 心想下次肯定不会再来这家店 电工师傅为什么要用火把检测超高压是否漏电 原理是火焰 在经过两台设备之间时 如果抖动就说明有漏电 反之就没有漏电 有句古话叫左眼跳踩右眼跳踩 那为什么不是右眼跳踩左眼跳踩 因为根据古代方位学 古人在崇尚东方的同时 左边也跟着高跪了起来 开始流行以左为尊 病人在做开轮手术时 真的都是清醒状态吗 一部分医生会让病人清醒着 这样做也是为了方便医生观察病人的情况 甚至还会指挥病人做一些动作 防止病人失去意识 在公海杀了人真的不犯法吗 前提是你必须没有国籍 被杀的人也没有国籍 而且尸体还不能飘到其他国家 秦始皇的陵墓里真的有地宫飞燕吗 可能有 因为在春秋时 鲁班就造出了用木头做的燕子 还能在天空中飞行 为什么有的人上鳄也会长牙齿 因为牙牙在发育的时候 细胞过于活跃 如果一块砖头每秒自我复制一次 那多久能填满宇宙 多久都填不满 因为宇宙一直在光速膨胀 为什么说香蕉又快要灭绝了 因为一百年前 就被黄叶病灭绝过一次 而现在吃的香蕉品种 也面临着被黄叶病灭绝的风险